绿衣男只在巷弄内拿着两把西瓜刀闲晃 警方货报一点都不敢大 已立刻赶到现场 但绿衣男情绪还是很激动 看到警察跑给他们追 两名园警一前一后包夹 先下车试图将人压制 好几次都已经要控制住 但是对方人拼命挣脱现场一片混乱 最后支援警力赶到成功将他上铐带回 但是这一闹也让父亲住户吓坏了 事发就在新北市芦州 17号晚上的8点多 实际看看现场环境都是住宅区 甚至一旁还有一间幼儿园 好险的是当时已经过了下课时间 事后这名25岁的嫌犯公称 因为亲戚在住家外吵闹 气氛拿西瓜刀理论 但下楼却没发现人影 才会拿着到处闲晃却吓坏路人 只是根据警方调查 实际调阅监视器 没有发现他亲戚有到他住家吵闹 甚至去年他也曾经和家人吵架 气氛亮刀涉及设为法 如今拿着刀在路上闲晃 已经造成别人害怕 最后也被以恐吓罪移送法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